歡迎收看台灣向前行 我是陳彥霖 國慶連假現在很多人都出門完了 還有去約唱KTV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遵守指揮中心的指引 不然你可能就會被開罰 那其實每年國慶的時候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在兩岸情勢的變化 近來台海情勢緊張 美國媒體也曝光 說美軍的特戰隊 已經在台灣協助訓練一年的消息 這樣釋放出的是什麼訊息 我們等會兒會來討論 那在國慶連假結束之後 登場就是罷免陳柏惟的投票了 在最後關頭 這幾天可以看到他的負面消息連環報 對選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而且現在國民黨全力投入 想要打擊執政黨的氣勢 進而創造2022跟2024的優勢 但是民眾黨也提出了 也拋出了這個2024科國配的話題 到底有沒有可能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民進黨基隆市議員佟子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民進黨台中市議員周永鴻 爺爺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平安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林菁姐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平安 政治評論員王傑銘 大家好 好那先來看到的是疫情趨緩之後呢 互換活動也變多 連山難都跟著變多了 民眾相約攀登陸骨香的金甘树山 其中有一位山友不小心摔倒 腳踝脫臼 救難人員花了六個小時上山救援 將受傷的民眾以接力的方式抬下山 9月底還有一位民眾攀登能高大山 不幸遇難 由於山路險峻 空勤出動時生機 將大體運下山 隨著疫情降溫 防疫措施漸漸鬆綁 全台各地戶外活動增多 突發意外也開始增多 像西投自然園區救護案件 就增加了三到四倍 而山難的案件更是急速攀升 根據南投縣相防局的統計 五到七月份的山難意外 三個月共計五件造成一死一傷 但八到九個月的山難 只有兩個月卻高達13件 造成兩死八傷 在七月二十八會解封以後 在過來的期間裡面 爬山的山友會越來越多 我們總共發生了 13件的一個山難事件 由於山難救援 短著兩到三天 長著五天以上 除了消防人員身負壓力之外 連空收的直升機也疲於奔命 消防局呼籲民眾從事戶外休閒 還是要注意安全 避免發生危險 好 那除了山難之外 可以看到在KTV松綁之後 也有很多的這樣開閥 偷偷營業的案件被抓包了 那關於疫情的最新消息 我們先來一起看指揮中心 最新的記者會 前的疫情以及工作的情形 各位記者 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跟您報告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也有一案 那境外移入的有三例 那是我們個案有一例 那這一例的居住 本土的病例 居住的地方是台北市 那這是一位 是未滿女 五歲的女童 還滿小的 那10月5日出現發燒腹瀉等症狀 那10月7日就醫採檢 那今日確診 CG值38 那匡列接觸者5人 其中4人列居家隔離 那1人列自主健康監測 那安排檢驗 他的PCR跟血清 那至於一天一例死亡的個案 是70多歲的女性 那有慢性病史 那還有確 有跟確診者的接觸史 那5月30日接觸者採檢 那31日陽性後住院 6月1日確診 那9月17日解除隔離 那10月4日死亡 好 那今天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那立陶宛 他原來捐贈我們2萬劑的A劑 那這次再捐贈我們23.59萬劑 總共是25.59萬劑 那這個時間 有效的時間 比較短 那大概有一批是10月30日到期 另外一批是10月30日 11月30日 10月30日 到期的大概好像4千6百劑 所以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封天檢望完 立即 做安排施打 那我們還是非常謝謝 這一箱 很多國家 的時間 提供我們的疫苗 對我們整體在施打上 有很大的幫助 那昨天施打的量有32萬 32萬劑 那總共的 現在的季次人口比是達到76.34 那人口涵蓋率 因為大部分都打第二劑 所以人口涵蓋率增加不多 是58.52 百分之58.52 那昨天打的比較多的是A劑 昨天打了 第二劑的A劑 打了24萬1千多 那以上 先跟大家做報告 那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長官好 臺師提問 想問一下今天這個本土個案 他目前匡列的接觸者是都是家人嗎 那有沒有做相關的採檢結果是怎麼樣呢 然後還想問一下說 因為現在高鐵是沒有開放 自由座 不過有民眾投訴說 就是高鐵還是有讓來不及 上車的旅客用站位的方式達成 而且人數是不少的 是不是有違反 違反相關的規定 謝謝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高鐵現在沒有開自由座 但是還是有民眾發現說 讓來不及上車的 旅客用站位的方式達成 是不是有違反規定 這個有 應該是說 現在我們就是沒有開放 自由座 那當然有一些 那有一些可能是 過戰 或者就是說上去沒有 沒有就是說剛好做好等等 我不知道 我待會有情況 我相信這是一個個案 然後會請高 高鐵妥善去處理相關問題 那至於剛剛這兩面家屬 其他家屬 剛剛報告才出來 那都是陰性 好 那事實上這一位 也應該研判起來 就是他的38 新立直驗的38 那 其實我們再過來 最近再出來他也是陰性 所以是在陰陰洋洋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還是把他 列為本土個案 不過他基本上 在家人裡面都驗過之後 都是陰性 那基本上對社區的影響是非常的低 應該說幾乎沒有 謝謝部長 想請教關於說美國的那個邊境管制的議題 因為美國要求說旅客入境都需要完整接種 想問說這次臺灣是不是有包括在內了 就有受限了 對嗎 然後就是這次的這個認可名單就是沒有國產疫苗 想問一下指揮中心爭取國際認可的進度如何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對於臺灣的邊境管制 之前指揮中心的規劃是說 未來要用中和抗體的 濃度來做標準 而不是看廠牌 那想問一下說 目前對於說未來的管控 還是維持看中和抗體的標準嗎 還是會比照美國的做法去認可特定的廠牌 謝謝 第一個 美國到現在並沒有宣布說有任何的 變化 我們還是屬於這個綠色的名單 進去並沒有受到限制 那至於說他要開放那33個本來受到限制 的國家 有他們的一些認可疫苗的方式 那到目前並沒有通知說 我們要列入那個名單 內 所以目前我們還是所謂的綠色名單 然後第二 當然高端爭取國際的認同 我相信 他們也在努力做 那我們也會盡量協助他們 儘快的能夠得到國際的認證 不好意思 部長 還有一提是關於說 我們未來對邊境 是不是要看中和抗體的濃度 其實這個事情都變化很快 相關國際的經驗 跟國際的資料 也都日新月異 那等到我們要開的時候 還是會參考這些經驗 來做我們的 基本上的一個認定也好 方式 這也好 部長您好 放言這邊一提提問 臺北市長 柯文哲現前表示 昨天表示說為了預防 心肌炎 因為心肌炎的關係 將來 學生族群施打第二劑BNT疫苗 將進行 心電圖普篩 更表示要建立臺灣的公衛數據庫 指揮中心這邊是否有掌握 或者是有沒有 這個必要呢 建立公衛資料庫 那個是一個想法 那不過現在針對疫苗 而有這種檢驗新建圖的做法 並沒有國家這樣做 那好像國內的專家也不是很認同 那我們看看他的想法跟他帶來的意義 是什麼 可能要講得更清楚 好 指揮官好 想請教一下 今天這位本土個案 有稍微異調知道他的感染源是來自哪裡 嗎 謝謝 沒有 就是他周圍的人都是 全部都是陰性的 不過看起來他檢驗好像這個抗企 是陽性的 所以這很清楚 是一個救案 主持人好 今日新聞提問 因為今天早上其實在各大景點都看到 就是有非常多的民眾處有 有人潮聚集的 這個狀況 那會不會擔心說 這一波廉價之後 疫情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那未來的話 會怎麼規劃防範 謝謝 我們人需要提高警覺 但我對整體的這樣的一個情勢的變化 還是保持比較樂觀 從那時候還有一些比較多的相對的本土個案 中秋節的時候 那觀察到現在 整體並沒有新生的一個疫情 所以在過來 在這一波 我認為 要大家把口罩戴好 那應該是 就是疫情穩定的機會是很高 那今天來到 今天我們總共 今天包括連這個 我們的23.59萬劑 的疫苗 總共會進來 2372萬劑 那再兩天就已經 突破我們這個總人口 但他們總需要打 但沒有到2千3百多 大概是2千1百左右 因為0到12歲的 是沒有要打的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還宣布就是 明天 明天 對 沒有錯 今天10月9號 明天是我們的國慶日 所以我們記者會停開一天 還是要停開2天 連假 謝謝副長 想要再來請教一下 就是上個月 指揮中心有說 在國外打第一劑疫苗的人 回台灣之後 可以打台灣有的疫苗 作為他們的 第二劑 那這也包括在打中國疫苗的台商 這樣子 那有台商就好奇說 如果從學理上來看 如果說他們打的是科興國藥這種 滅活疫苗的話 那他們第二劑應該要如何選擇 比較好 是要打腺病毒栽體 MRNA還是蛋白質次單位疫苗比較好呢 謝謝 基本上你們可以回答 但我認為只要堅果的 時間夠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問題有在ACIP的文會有討論過了 就是如果說你在有用的是在國外已經認可 但是在台灣沒有 核准上市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是 就最後一劑 這個你施打的這個時間 跟我們藥師打 至少間隔28天即可 那因為也沒有 臨床上面也沒有針對說 用中國的國藥跟我們的其他的來做 做這個研究 所以在這個方面也 我們的專家目前就說 就 就只要任何一種都可以打 其實打過中國的疫苗 然後再打其他的疫苗 其實東南亞的國家應該比較不少 泰國 馬來西亞都曾經打過大規模打過 科興國藥的疫苗 然後接下來再去打AZ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數據顯示這樣一個不好的 情況 莫長好 想問一下今天的這個本土個案 這名女童是有去保姆家或者是有上幼兒園嗎 以及第二個問題 想問一下今天早上來的113萬劑莫德納 我們未來會怎麼分配 謝謝 莫德納113萬劑 還是打第二劑 還是打第二劑 所以 基本上包括我們的庫存 現在大概150 60萬 那可以包含 很大一部分需要打莫德納第二劑的人 然後第二 這小朋友 其實就這樣講 這小朋友才一歲 所以基本上跟外界 說跟媽媽在照顧以外 其實 也當然沒有去 沒有幼兒 也沒有到脫嬰中心 也沒有保姆 就是存在家裡面的人 想請問一下指揮官 就說 那個早上到貨的那個113萬劑莫德納 之前有說會優先開放給有100萬人 是在7月16號之前打過 第一劑 那想請問那剩下的這個13萬劑 會再繼續加開給 第二劑的族群 還是說有40萬的莫粉 他們還沒打過第一劑是有機會的 這一批我們在目前還是規劃給已經到期的 或者已經超過那 4000的第二劑的人 當然有在進貨的話 我們會儘快開給要打第一劑的 不過第一劑打 莫德納的 當然我們還是要說在學理上 這兩種都是mRNA 其實是可以交換選擇的 謝謝指揮官想 我再確認一下今天那個死亡個案 他的死亡 原因是因為慢性病嗎 還是 來 請羅夫 這位70多歲的女性 本身是有糖尿病的病史 那他在5月份的時候 因為有接觸 家人有 確診 那也接觸著採檢陽性之後 其實上就一直住院 到那個過世之間 都一直在住院 那住院當中 他其實也曾經有PCR陰性 兩次 在8月底的時候 一度解除隔離 可是後續因為他要轉到機構去住 又做了一次篩檢 這時候這個CT值又再降低 變成是22 那那時候我們也有在將 他再送定序一次 確定 是阿法株 並不是雕塔株 所以應該是前面的感染 有這個 後面有復陽的一個情形 所以再度 隔離治療 所以大家會看到說 在新聞稿上 他有寫說到這個9月 才又再解除隔離 那這個是因為他有住院 當中曾經有使用過這個免疫方面的調節劑 所以有這個免疫系統跟病毒之間一個 拉鋸的一個情形 那後續他其實有成功的 脫離呼吸器 就是肺部部分有改善 然後後續是因為其他醫療的需求 也包括需要 洗腎的關係 持續在住院 不過 最後是因為這個有出現肺炎的關係 有呼吸衰竭 跟休克的一個情形 而不幸在醫院當中過世 所以這整個病程 因為還是跟我們的新冠有關 那長達就是大概也有4個月左右 所以我們還是 把它算作我們新冠相關的一個死亡 部長好 想要請教 就是今天立陶宛捐贈的AZ疫苗 我們 預期的使用對象會是哪一些 第二個部分是BNT疫苗跟莫德納疫苗 都已經到貨了 那先前有提到說 可能是第12期 預期10月22號來施打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進一步說明 就是規劃 像是何時會開始預約 這類的規劃 謝謝 基本上這個23萬劑的 那當然鳳姐檢望完之後 我們 大概近日也有JZ要來 是會併入同一批裡面做施打 那 目標有大概10月27號能夠開始來使用 那其實這都開下去 都是廣泛性的 所以10月20幾號的時候是三種疫苗會一起打嗎 就是BNT 莫德納跟AZ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4種疫苗都在打 像我們 昨天打的就是 AZ的第一劑打了9000多 第二劑打了24萬 莫德納打了700多第一劑 3萬多的第二劑 高端打了1600的第一劑 8600的第二劑 然後BNT打了27000 的第一劑 那第二劑很少了 第二劑 二十三個人 第二劑從哪裡來的 這個有點錯誤 好 那今天的整個本土案例呢 是有新增一例喔 那是一名一歲的女童 不過因為她CT值是38歲 所以剛剛可以聽到說 城中研判 她是屬於舊案 那對於社區的感染 對社區的影響是幾乎都沒有的 但是這個連假期間呢 指揮官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出遊的話 口罩一定要戴好 因為像是最近很多鬆綁的措施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彰化這裡 就有彰化的警方領檢KTV 那她發現顧客自行攜帶酒精飲料進場 因為現在在KTV裡面是只能喝水 不能這樣子喝酒精飲料的 所以將裁罰3000到15000元 是全國開罰的首例 那台中也有業者呢 不甩市服的審查 她自行復業 警方領檢的時候 當場就查獲有顧客飲酒高歌 後續也會裁罰 那在高雄的地方 甚至被警方發現了 有一個視聽歌唱成 她安排辣妹脫衣陪唱 警方是喬裝成顧客調查 來將業者跟辣妹全部都移送法辦 所以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的部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來看到的是 最近最受到關注的就是陳柏惟的罷免案了 倒數的關頭 這幾天呢 她的負面消息是連環報 對選情有什麼影響 稍後回來 罷免案在即會不會過關 不得而知 不過看來陳柏惟還是人氣爆棚 要求合照的民眾一個接一個 距離十月二十三日罷免案 投票日還有兩個星期 在地醫師也選擇站出來 號召全台醫師網路串聯反 惡霸聲援陳柏惟 這個連家可以質疑她太有錢 然後被全世界最有資源 最有權有勢的政黨 國民黨之一她太有資源 然後被這個貪腐官商勾結的一群人之一她有前科 我真的覺得是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罷免是人民的權利沒有錯 但是這次的罷免不是罷免 這次罷免是霸凌 他們鋪天蓋地的抹黑霸凌 這是人民沒有辦法妥協的 針對國民黨毀滅性的攻擊 陳柏惟罷免案 儼然變成藍綠對決 前立委林靜怡有話要說 我們非常清楚的知道 她是一個在立法院認真問政的立委 在地方認真做服務的立委 沒有道理用什麼喜不喜歡人格抹滅 她曾經她曾經賺多少錢 這種事情來抹滅她 尤其這個事情特別好笑 所以我還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民主制度罷免制度 是用來罷免不適任的政治人物 不是喜不喜歡的政治人物 陷入罷免危機 看到這麼多一屆人士力挺 陳柏惟非常感動 眼眶有點濕潤 而收到黑歷史曾經擔任 台中市新聞劇長的卓冠廷 可以說出對手嚴家的一大串 除了靠朋友力挺 陳柏惟也更加勤走基層 馬布廷提舉辦鄉親座談會要爭取鄉親支持反惡霸 來看到陳柏惟這幾天整個事件是從10月6號開始 他被資深媒體人爆料說曾經造勢逃逸 隔天又被爆出說他曾經玩賭博電玩 那在後來連勝文辦公室的發言人前發言人錢鎮宇他質疑說他的財產爆增441萬 根本就不是一個一般人 那這個針對這些質疑陳柏惟回應說今天他就在承受髒水的過程 他說他是從草根長出來的一隻雜草 但是雜草通常都活醉舊 所以我先問到永鴻藝人是說你自己在台中在地的觀察 這幾天這個事情爆發之後你看那個氛圍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事情的發展其實是對陳柏惟有利的啦 坦白講因為過去我們都會期待說那個罷免案是不是因為過不了門檻 那所以他可能就不能成案就像早期的公投一樣 但選罷法修改之後罷免案的門檻降低了 你只要四分就是同意罷免票超過四分之一 而且大於這個不同意的你就可以過關了嘛 那過去是這樣我覺得這個罷免制度當然未來我們要去討論 因為這罷免是會變成是一個地方派系很有利的一個工具 罷免加上補選因為罷免就要勢必就補選 那罷免跟補選都是投票率低的一種投票 那補選也是比方說過去顏寬恒跟那個陳士凱議員那時候補選的時候 那投票率只有多少 投票率才不到百分之五十啊 投票率不到百分之五十 一般這邊的投票率都會超過七成 所以可以知道說罷免或者罷免他還沒有實行過補選 跟相當於罷免這些投票率其實都很低 那對於善於動員的地方派系是有好處的 但是如果選情熱起來的時候 那麼我覺得因為陳柏惟的弱點是 他知名度很高他在青年的支持度也很高 但是青年大部分都在外地工作 有的是在甚至在國外上班 有的甚至在北部在南部在北部工作的多 在大選的時候因為要回去投總統票 因為全國都在投票 所以大家都會回鄉去投票 那你如果一般的罷免到底會不會為了 就是說罷免畢竟跟投票不一樣 會不會為了說我怕陳柏惟被罷免 所以我要趕快回鄉投這一票 這一個熱情有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是陳柏惟的目前罷免遇到最大的狀況 那如果說年輕人都回鄉投票 我相信陳柏惟應該不會被罷免過關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就是因為畢竟還是地方派系的動員實力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地方派系的動員實力 當然有人會說黑派加紅派加起來 我倒不是這樣覺得啦 因為台中線過去有黑派跟紅派 但事實上紅派不一定會去多關注黑派的選舉啦 他就是不動而已嘛 我歪歪歪歪歪不去限制你 不去阻礙你 但他不動就是很棒的動 所以我們來看喔 袁寬的選舉是他第一次出來選的時候是 跟當時的台中市議員陳士凱 那時候是補選 也就是言輕標他要進去關了嘛 補選那次他的得票才多少呢 他那次得票是九萬三 對不起我看錯了 他那次他第一次選舉的得票喔 他那次的得票是六萬六千票 那陳士凱是六萬五千票 才差了一千票 但是 袁寬這是補選的時候 但是他正式大選的時候 就同樣也是對上這個陳士凱的時候 就補選完那一屆的世界 袁寬的得票來到多少 九萬三千票 那麼到了這一次也就是 這一次跟小英跟陳柏惟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袁寬得票拿到多少 十萬多票 換句話說袁寬的得票其實是不斷增加的 不斷增加 尤其是在什麼 尤其是在上一次小英拿了八百多萬票 這一次是等於是懸豐式的 包括那時候的3Q哥 陳柏惟也是懸豐式的 在這樣懸豐式的狀況下 其實袁寬還拿了十萬多票 比他以前的選舉每一次的票數都還要高 還多了比他上次選舉還多了一萬多票 也比什麼呢 比韓國瑜總統跟宋楚瑜選總統兩個票數加起來還要多了一萬多票 換句話說地方他的票其實是很紮實的 地方派系的票是很紮實 那麼陳柏惟的票呢其實我們分析起來主要還是 年輕人居多 但年輕的人口不一定會回鄉投票 所以我覺得其實罷免上 其實這個對陳柏惟來說是吃虧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當時一開始他們都要很強調 那種所謂的在地性很強調說看不到大家的人 雖然他們提的這個罷免理由其實是很荒謬的中央政策 那地方他們都在用這樣子的耳語 那這樣子的耳語在地方是有效的 因為地方派系有很多的過去當下已經沒有 過去還有鄉代表系統鄉政代表 然後農會水利會各種這樣的系統坦白講這都是一般 非國民黨應該說不是派系的政治人物 你也不會有這樣的系統 你連簡訊都傳不進去 這樣耳語會是有效 但是最近很感謝 我覺得是要感謝這個國民黨有很多的側翼在幫忙這個霸選 幫忙把這個熱度炒起來了 且不論這幾個我講這幾天你看 有哪些側翼 第一個李梅貞也跳出來 他批評陳柏惟不施認 他批評陳柏惟有錯不認錯 這就好笑了 你怎麼會是一個論文抄襲的人來批評別人 第二個 朱立倫跳出來 當然朱立倫他是勢必跳出來 我覺得他蠻可憐 他跳出來講了一個303Q 他要面對官司的耶 因為你這個是跟選霸法有關的 你不是一般的毀謗耶 那你來湊什麼熱鬧 第三個就是江啟成 江啟成是一個選書的黨主席 他在自己的選區都被人家說看不到人 結果他跑到人家的選區書 我要去罷免這個選區的立委 莫名其妙 第四個是吳思淮 吳思淮也跳出來要罷免了 你是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 吳思淮是什麼 吳思淮不分區是國民黨 就著北京的意志 提名這個親北京 聽習近平演講 聽人家唱國歌站起來 然後我們納稅選的退役將領吳思淮 跳出來要罷免陳柏惟 這不是很好笑嗎 然後更不用講還有什麼陳玉貞啊 謝龍介 我的意思是說 當國民黨越大力 越用荒謬這些言論 然後用這些側意 來去煽風點火 想說要處理這個罷免案 讓他過關的時候 這個時候陳柏惟 支持陳柏惟的人危機感就會很大 當他成為一個政黨對決的時候 陳柏惟的這個反對罷免的票 就會回鄉去投票 那這個所以我才覺得說 其實越熱對陳柏惟是越有利 如果太冷的話 反而是地方派系的動員特別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陳柏惟的狀態是這樣 當這個政黨 尤其是他國民黨請全黨而出的時候 這個社會上 台灣人是這樣 尤其在鄉村地區是 你要叫人家去罷免 是一種有點像是 黨人財路 像是壞 也不是說壞事 就是去破壞人家的 什麼未來或什麼 其鄉親是覺得 不一定需要這樣 但是你如果所有人都帶來的時候 那支持陳柏惟的人覺得說 那我們的韓國瑜還不是 我們韓國瑜 好來 那我就解釋給你聽 韓國瑜的差別是什麼 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們這幾次的罷免是什麼 韓國瑜是因為 韓國是因為 他是被公民團體提出來 那時候還有罷韓式君子 我們看到現在的 那陳柏惟不是公民團體嗎 3Q好幾君子我剛剛都唸給你聽了嘛 李梅貞 朱立倫 江啟臣 吳思懷 陳玉貞 謝龍健 這沒有一個是民間人士啊 第二個 韓國瑜是因為他做一半跑去選總統啊 然後他 報復式的罷免 就找不到理由了嘛 所以這個是國民黨現在在 煽這個柴火但我覺得這個柴火 可以 反而是對我們 陳柏惟有利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的罷免 就變成已經變成一個氛圍就是 要把一個台派的立委把他幹掉 那最後就是台派就只好全部站出來力挺他 證明一次說 你國民黨這樣操作是不行的 對 你覺得永宏一人認為說現在熱戰對陳柏惟是有利的 你們自己怎麼研判 我就跟他講喔 我們可以在這個節目上再加碼一次嘛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到底陳柏惟能不能過 那到底國民黨的這個出力 我就要講就是說 當初在霸解的時候 民進黨的所有的立委都在高雄幫 黃捷站台 這也是不真的事 你說我們今天 這個國民黨下去 我們是用全黨之力來參加罷免 那這個韓國瑜 這個黃捷又不是如此 我覺得是政黨政治良性的一個發展 如果說是罷免 是一個我們 在國會所通過的 選舉罷免法 大家都可以 來做這樣的一個 動員 我覺得就是說 罷免 他是一個仇恨的一個動員 包含韓國瑜在內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對這個人不喜歡 我們就請 這個全黨之力 來把韓國瑜拉下來 我們不喜歡 黃捷 但是呢 民進黨喜歡黃捷 就把所有全黨之力 去護黃捷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還是講就是說 國民黨 我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國民黨的立場是說 不適任的 對於一個國防部部長 不禮貌 你看 這個3Q哥 對 這個邱國正的一個執行 他就是要堅持講母語 我一直在看說 他為什麼就講說 我是說母語 台語是我們的母親 一直要講台語 邱國正 我覺得是這樣子 面對記者的詢問 記者有很多賭麥 他全部都是講國語喔 他沒有講台語喔 那變成說 一個國會議員 用兩套標準 他就欺負在這一個國防部部長 你為什麼不欺負那些記者 他可以反正說 請你們這些記者們 通通給我講 台語 沒有啦 你這是看人生 不是 讓同學園親標準 你為什麼講就是說 人家 這個國防部長說 委員 語言是一種工具 是一種交通的工具 我們用很快的速度 讓我們彼此能夠 溝通 那時間有限 你聽 你講 我聽得懂的話 我馬上回應你 不需要經過 歡迎嗎 那 那這個 3Q哥 面對所有的媒體的訪問 包含他的這個賭博 包含他的這個 車禍造討事件 他通通都是 講國語喔 他們 如果 一個委員 他堅持 他的一貫的立場 應當要標準 一字話 你不能面對 記者的詢問 你都是講國語 你面對著這個邱國正 國防部長的話 你全部講台語 我們再來 回來講 來 很簡單 你說這 這一定要講清楚 人家是在測試 那個翻譯嘛 聽到有就好 你現在是講台語嘛 你現在是為了這個 我們現在不要講 你有一個吳思懷 對習近平很勒毛 所以他跳出來說這個 這個要把這個 連戰就把他扯進來了 連家財富 我覺得不要模糊加點 我們來談 能不能成功 我們來談 好 最近連戰辦公室共 我們來談 這個三個罷免案 能不能過關 我們來做一個探討跟分析 在這個王浩宇 王浩宇的這個基本盤 在這個桃園的基本盤 在2018 這個我們國民黨的 議員的總得票率 是81096 8萬1000多 民進黨是拿到 六萬四千六百九十八票 我們那時候我們就很 斬釘結合的講 這一定會過關 我們一定要把 這一個 王浩宇拉下來 是因為基本盤是 蘭大儀率很多 就好像我們新北 侯友宜 贏蘇貞山 30萬票 但是呢 在 盧州 在三重 侯友宜都是輸的 輸800跟輸1000多 那個叫做基本盤 那 鄭世偉後來 這個高智鵬 入獄之後 補險 他面對的余天 我們 那時候請全黨之力 下去補險 還是什麼 還是輸掉 因為基本盤 就是綠大儀啦 我們沒有辦法 挽救這樣的一個局勢 你看陳柏惟這邊 我們在看 這個黃捷 黃捷的部分 國民黨的這個得票率 92935 輸掉民進黨的是5816 所以說我們在看黃捷 我們就知道我們一定會輸 霸捷絕對不會成功 我們現在再回頭看 最主要的陳柏惟台中的 選區 我們在2018的時候 這個 國民黨議員的總得票數是 104258 民進黨52797 所以說如果用2018 的這一個情況之下 來看這一次的一個 這個陳柏惟的罷免 他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因為基本盤 是藍帶利 而且這一次 沒有跟小英總統 這個結合再次 剛剛永鴻兄有提到 因為他的票數 基本上 陳柏惟的票數跟 蔡英文是一致性的 因為年輕人緩鄉投票 都把票投給了 這個陳柏惟 所以說這次 單一其次的一個投票 很關鍵的是 是什麼 台中人 如果年輕人沒有 返鄉投票 那這一次的罷免 我覺得 在這個 十一二十三號 陳柏惟被罷免的 機率是 很高 超過八成以上 所以說我們不會想 就是說 國民黨 會不會請全黨之力 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策略的啦 因為朱立仁剛上任 我覺得首戰 就是首勝 我覺得我們 這個朱立仁主席是在10月30號要就職 所以說我們會用全黨之力 把這個不失任的一個 立委 把他拉下來 因為 他是一個全國高度 這個 檢視的一個立委 因為他的這個 車禍事件 賭博事件 邱國正事件 有連三挫 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次 國民黨 一定 會用我們的全黨之力 把這個 三挫歌 把他拉下來 我請教一下 你剛才說是因為 朱立仁30號要就任 還說是 是要罷免 不失任的立委 到底是為了朱立仁的首戰 所以要罷免他 還是為了 陳普勢不失任 我們最重要的 是不失任的 我們是罷免不失任的 你如果不失任 李梅貞這種 都可以選市長 你說陳普勢 你不失任 我們要提 你李梅貞 你也趕快 議員罷免一下 他用假學力 我們提李梅貞 他吃學力 我跟你講 你不能講說 寫書的就算不失任 不是說他吃學力 那蔡英文的博士事件怎麼談 那你講清楚嘛 講清楚嘛 我們先講回來 我們先講回來陳柏惟 李梅貞 承認你講學力 我們先講回來陳柏惟這邊 我先問他前面 我們還是關注在 聚焦在陳柏惟的部分 因為剛剛 大家對於說這個熱戰 到底對陳柏惟有沒有利 這個現在大家討論很多 因為有人覺得說 這樣熱戰對他 反而其實是不利的 我們應該這麼說 因為陳柏惟他自己 已經做決定了 應該是要決定是熱戰 我們要把這分成三個階層來討論 第一件事情 當時在決定是3Q總部出來的時候 請問一下當時的整個 中二區的這個選情是如何 對不起 那時候非常冷 我記得當時黃捷的 在這個同樣罷免情況下 黃捷當時的勝量是34.7 但是討論到陳柏惟的 只有大概9個百分點 所以那時候陳柏惟的態度呢 是用所謂的冷處理 因為基本上只靠3Q總部應該是成不了氣候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的3Q總部為什麼要罷免陳柏惟 其實理由很單純 就是所謂暴復性的罷免 當時也暴復性要暴復 黃捷也暴復性要暴復這個就是 陳隨便的兒子 陳之中 那一連串的動作 當然後來 民進黨部分基本上是全部都是敗了 這個已經看得出來就是 3Q哥那時候的狀況 其實是穩定的 到什麼時候發生了呢 就是閻清彪之子 閻寬恒 說要做義工的時候呢 這聲浪才是開始慢慢的 就是有在這個 起來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這已經變成是 所謂的陳柏惟 這個陳柏惟要面對的是什麼 是閻寬恒的基本盤 我剛才覺得分析 因為當時呢 閻清彪喝花酒 喝掉了1814萬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喝啦 還有其他人一起伙同來喝 你知道那時候1814萬是什麼概念嗎 他們每一天要喝掉2.5萬元 而且呢 還拿這個公款 花了500次 給小費 給這個 陪侍的女性 500次 而且用所謂的 誤餐費 甚至還跑去高雄 拿一個假發票 當時的狀況是這樣 在那個情況之下呢 閻寬恒拿到6萬票 所以我們估計 這6萬票呢 是基本盤 所以之前還傳出來說 是不是要用賭盤 把這個票數給拉起來 當然 現在這個賭盤 可能已經被關注了 所以賭盤的訊息 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這一次呢 我們說從所謂的 單純的就是 報復性仇恨 到所謂的 王子復仇期 就是閻寬恒覺得 他輸的不甘心 他決定要罷免 他這個陳柏惟 他在這個 這個選區呢 總共設了5個服務站 那麼在這短短1年多呢 已經 造就了2900個 所謂的這個 地方的這個服務 而且呢甚至替中二區呢 爭取了6億多 就1年時間 你知道這1年時間 你要提案什麼東西 沒那麼快 以爭取6億元的這個補助 所以我估計 嚴寬恒看這個事情 如果陳柏惟再繼續 經營未來三年 嚴家一點機會都沒有 所以當時呢 以敗選之資 敗選的人還要去罷免 這個勝選的人 你覺得這件事情 民眾可以看得下去嗎 好那當時呢 就大概是6萬票 所以 以6萬票的這個基本牌來說呢 柏惟還是覺得用冷戰來處理 但是 全國民眾你知道嗎 這時候出現一個人 叫朱立倫 朱立倫 現在已經被告了 而且在罷免的時候 竟然 偽造了一個叫做 三林立委 但是事實上 以 這個朱立倫 這位曾經擔任立法委員的 他明明都知道啊 你上立法院就知道這個提案啊 他 主要是提案就超過7個以上 睜眼說瞎話 所以我覺得這次告完之後 不論這個罷免結果怎麼樣 接下來朱立倫呢 不論他有沒有什麼 借這個 陳柏惟的頭 上上人頭 一用 去當他的這個黨主席 接下來法律訴訟 五年以下的刑期 以現在案子 他成案的機會很高 所以未來的這個朱立倫 會為這個所謂的這種 所謂的 抹黑式的這個罷免 很可能要進到法院 我是很期待 看到 這個朱立倫因為法院的關係 敗訴 最後進到這個監獄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一個 可受公平的事情 那因為呢 抹黑的事情不斷地發生 尤其是那個趙陶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玩 趙陶是一個網紅 他原本在一個 雜誌裡面工作 一個週刊裡面工作 他現在也出來說話 他也替這個陳柏惟說話 他說他認真的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 正確的人 他也講的贏寬衡 他說贏寬衡基本上在過去任期裡面 做不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講一個 什麼叫做不適任 這個很重要吧 誰叫不適任 還記得吧 之前有個叫做防止退降 判辯 條款 記不記得 當時我們 包括無私外在內 跑去的中國北京 聽這個習近平的這個 演講 當時 引起全國人民的 發華然 立法委員為什麼沒有條款啊 為什麼沒有條款 來對付這樣的人 請問一下 是誰投下反對票 當時立法委員 誰投下反對票 他的名字 我們再唸一次 就是 言寬衡 所以如果你說 不適任 因為 剛剛我們 金捷議員一直在說 不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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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訴我 不適任的定義是什麼 你答一個 你用母語去 這個質詢 這個國防部長 這叫不適任嗎 每個人對我自己 可以說的語言 在國會殿堂 本來就是立法委員 執行他語言的 執行他的這個任務 他用他的語言去做質詢 表示他對這個國家的認同 每個人表達國家認同不同 那你把跟記者訪談 把它當作是 同樣一件事來做討論 我覺得是 實在是 太可笑了 但我們回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這是不是一個 所謂抹黑式 霸凌式的罷免 所以對這個 陳柏惟為什麼要決定熱戰 因為 基本上 7萬票 這個 鹽寬狠應該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你今天不用熱戰 去找另外7萬票的話 那麼柏惟確實在這個罷免裡面 勝風險很大的 所以這個情況 當他對朱利仁提告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來 所謂的 就是我們說的 直球對決 我覺得直球對決是很好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 基本上他每天都還在記者會 每一天 記者會曝光 這是走 黃捷路 因為黃捷到最後的這個階段 國民黨請全部的力量 不斷地抹黑黃捷 當時 讓華捷罷免的那個理由多誇張 連擦口紅這件事也變罷免 所以我們回頭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你談 最近最流行的一句話 在嚴家面前 談這個 過去有什麼樣的 這個犯行 這不是很可笑嗎 在連家面前談財產 這不是很可笑嗎 當然我再次提醒一件事喔 鹽清標喝花酒 喝掉了1814萬 那我們知道這個 3Q給我才440億萬的存款 就被講成這副德性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鹽寬和喝掉的這個 花酒的錢 是這個 陳柏惟 一年多加補助費的費用 400萬的幾倍 算算看 4416 4倍 而且他們時間差不多都是 都是 一年的時間喔 就是 這個 鹽清標喝酒的時間 跟 這個 陳柏惟擔任立法委員的時間 是同樣 一年 一年多的時間 一個是喝掉1814萬 一個是 加補助法 才有 4401萬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相信現在越多的年輕人 還有演藝人員 就是我們說愛國的演藝人 已經站出來了 那麼我看到這個 醫生團體 也站出來 你知道醫生團體 為什麼要站出來嗎 我就問一下鹽寬和 請問一下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有替醫生做過任何 醫事人員 有做任何提案嗎 人家 陳柏惟在立法院 就是替 醫事人員做了許多提案 所以這醫生已經站出來 要支持 所以如果你所謂 在不適任 你用不適任 對不起啦 到底誰比較不適任 是藝人團體不適任 還是陳柏惟不適任 我想這個民眾都很清楚 所以在這個不適任的問題 是說 從冷戰變熱戰 可以看到戰法的改變 那我們應該聚焦的在不適任 他到底哪裡不適任 但從最近的這些爆料來看 這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毀滅式的爆料 好像聚焦的 並不是他的問政表現 而是要挖出他的黑歷史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會繼續討論 好 回到節目 我問一下子委議員說 因為自己的選舉過嘛 你看現在這個整個狀況 不是在討論他 陳柏惟是不是 然後是在挖他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我的看法 國民黨目前請全黨之力 要來罷免這個陳柏惟 基本上他真正的目的 就是為了拉抬國民黨的氣勢 完全出自於政治算計 跟政治鬥爭而已 一個罷免立委的理由 是因為你要提出罷免才開始想 因為他的質詢講台語 他講母語也可以變成一種理由 大家不覺得很荒謬嗎 那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罷免 我的看法 其實國民黨有三難 第一個難是投票人數 投票人口 因為現在有疫情的關係 今天又有確診一個 我覺得你們應該不要那麼樂觀 第二個難 第二個難是什麼 仇恨值 我想台灣人 基本上都非常的淳樸 溫良 基本上不會為了說去罷免而罷免 基本上這個投票的感覺不會是這樣子 而基本再來是 再來第三個點是這樣 嚴家 2020年要選立 2020年已經選過一次立委 基本上2024年還會再選一次立委 中間如果被罷免了 陳柏惟被罷免了 還會產生一個補選 明年我們縣市長縣市議員 他的妹妹 也要選舉 在四年 你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下去選舉 這樣子的動員會不會疲乏 這是我的看法 即便嚴家在 這個台中的勢力夠龐大 組織動員能力夠強 這樣子人力物力的消耗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這樣等於四年 至少四次的選舉 這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覺得 國民黨也在利用嚴家 嚴家其實需要國民黨來選舉嗎 嚴家可以光靠自己的組織動員 還有自己的整個 產業結構 包含媽祖廟 他其實根本不需要靠國民黨來選舉 所以國民黨是為了自己的政治鬥爭跟政治算計 包含江啟成對朱立倫的不厚道 才把罷免案丟給朱立倫 朱立倫必須全黨來動員罷免 陳柏惟然後再來找理由 其實我要跟大家說其實罷免這件事情 應該回歸到這個他陳柏惟從政了以後 他的問政表現 還有在這段時間的提案表現 有沒有在立法院認真的為人民發聲 為台中的市民發聲 爭取經費 剛剛傑明哥已經講到 他才擔任一年多的立委 爭取了六億的經費 不應該是回到十年前的檢視 這是非常不厚道的行為 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拿來當作罷免的理由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主質量的不公正 基本上罷免還是要看你的理由是否公正 才是現在真正為什麼需要罷免他的原因 然後我身為一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討論說 其實離罷免剩下不到兩個禮拜 最後關鍵到底在哪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